Hello,大家好,我借给婆婆6万块钱,老公却非常生气,讲出了隐瞒多年的真相。 我和我老公呢,两个人是在大学里面认识的,我们两个人三观特别合,毕业之后呢,就直接结婚了,因为我老公家庭条件还不错,所以结婚之后呢,老公也没有让我再工作,我就一直在家做家庭主妇,后来备孕半年啊,我就怀孕了,生下了一个女儿,现在我女儿也已经5岁了, 但其实我毕业之后呢,在家那半年,我已经感觉到生活的琐碎很无聊了,所以我当时呢,就想去找一份工作,可是没想到啊,当时就怀孕了,所以到现在呢,我都没有去工作,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啊,又要照顾我女儿,现在她已经上幼儿园了,我才轻松一些,但这时候啊,已经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了,我也不想去做服务员之类的辛苦活,所以这一段时间呢,就一直在家里面准备学习一些新姿势, 然后我婆婆呢,也是和我们一起住,这时候我婆婆呀,突然向我提出,能不能找我借6万块钱,我当时也很好奇,因为婆婆一直都是有退休工资的,为什么会找我借钱呢,我也很好奇,但婆婆跟我说啊,这件事情呢,她不知道怎么跟我说,也希望我不要告诉老公, 我当时也是害怕婆婆被骗,所以就跟她说啊,这笔钱你如果要去做什么投资,或者去买什么保健品啊,你如果有需要的话,我帮你买,现在骗子很多的, 但我婆婆跟我保证啊,这笔钱你一定不会被骗的,然后呢,婆婆就直直乌乌也不好意思开口,用这笔钱的一个具体用途, 我当时呢,觉得我们虽然是婆媳,但是之间有一些隐私也是正常的,如果我不该问的话,那我就不问了,当时呢,我就从老公的工资卡里面取出6万块钱,直接给婆婆了,当时我也没有多想,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,我也没有跟老公说,可是没有想到啊,就这么过了半个月,我老公就发现了这件事情, 原来这一次发工资啊,我老公去看了一下卡里的余额,发现钱速不对,少了6万块钱,然后我老公一看流水啊,发现取钱的那个时间呢,有一些蹊跷, 所以我老公啊,就直接过来质问我,这笔钱到底去用到哪去了,我当时呢,其实还在犹豫,到底要不要告诉我老公,婆婆把这笔钱借走了, 因为当时婆婆呢,也再三的跟我讲过,不要告诉老公,所以我当时也很犹豫,不知道要不要说,我这只乌乌说不出来话,然后我老公就直接问我,是不是把这笔钱拿给婆婆了,我看到老公这么确定,我以为他已经全部知道了,就承认了, 但我当时呢,也十分诧异,为什么我把钱借给婆婆,老公会有这么大反应啊,其实是婆婆啊,一直也对我挺好的,我怀孕之后啊, 也一直对我照顾有加,包括我生完孩子啊,也一直帮我召开孩子,加了一些开销呢,婆婆自己拿出来一些,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, 看到老公这么生气啊,我差点以为婆婆真的被骗了,所以我跟老公说,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,婆婆再三跟我保证过,这笔钱不会用来做这些投资, 后来啊,我老公才跟我说出实情,我婆婆呢,有一个老同学,当年我婆婆,还有我公公,还有这位老同学,他们三个人啊, 关系特别好,后来我婆婆就跟我公公两个人结婚了,作为老同学呢,那时候也是一直做生意的, 而且我公公和婆婆两个人是直接去了事业单位,所以两个人的工作比较稳定,后来我老公16岁那一年呢, 家里的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,条件也还可以,那一年这位老同学啊,就找我公公婆婆提出来, 她要做生意,现在需要一笔钱,将来肯定也是能大赚的,只是现在手头周转不过来, 这笔钱啊,想要我公公婆婆一起投资,等到以后赚钱之后啊,再跟我公公婆婆分红, 公公婆婆呢,当时也比较信任她,就把这笔钱直接投了出去, 整整20万,但当时啊,因为关系比较好,也没有任何收据, 刚开始呢,确实有小赚一笔,这位老同学呢,也给了公公5万块钱, 说这是分红,本经之后再说,我公公也比较信任她, 说一下这笔钱之后啊,也再也没有提起过,后来过了三年的时间, 这位老同学啊,也再也没有提出过有关分红的任何事情了, 后来我公公啊,就给这位老同学联系啊,问他这笔钱是怎么回事, 刚开始啊,我公公呢,还抹不开面子, 但时间一长啊,这笔钱毕竟是家里的,而且家里也需要钱, 没想到啊,这位老同学呢,居然直接不认账了,直接又说没有这回事, 后来公公才知道啊,这笔钱已经全部赔光了, 因为害怕公公给他要这笔钱,所以他就直接不承认这件事, 而且当时呢,也没有任何收据,就这样啊, 公公这二十万只拿回来五万块钱,剩下的十五万全部打水漂了, 后来公公就决定了啊,今后不再跟他来往, 但婆婆呢,一直都觉得这个老同学,人还挺好的, 可能就是这一时间啊,没有转过来玩, 他也一直在暗中呢,戳合老同学和公公两个人和好, 但是直到我公公去世啊,这件事情啊,婆婆都没有完成, 我公公在几年前的时候啊,因为突然生了疾病,就去世了, 就是因为这样,我婆婆也伤心了好久,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了, 因为我们也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, 听到老公说到这儿啊,我还感觉很好奇, 这笔钱啊,跟婆婆管我借钱有什么关系呢? 后来我老公继续跟我说啊,原来婆婆这笔钱呢, 是为了给这位老同学看病,因为这位老同学年轻的时候啊, 结婚后啊,对媳妇特别不好,后来她媳妇就跟她离婚了, 之后做生意呢,也是一直赔钱,所以没有人愿意嫁给她, 到现在都是一个老光棍,加上手里的钱啊,也没什么, 然后突然生了大病,没有办法了,就来找我婆婆了, 婆婆不把自己的退休工资啊,全都借给她了, 但这笔钱呢,还是没有,但这个病啊,还没有看好, 所以婆婆无奈之下,就管我借了六万块钱, 其实呢,全部都是拿去给老同学看病了, 听到老公说到这儿啊,我才明白, 为什么婆婆不愿意告诉我真相, 她不肯告诉我,老公,她管我借钱的事情, 到现在啊,婆婆还在医院里照顾这位老同学, 这几天呢,她也没有回家, 医院婆婆跟我说啊,准备和老伙计一起去外边玩几天, 我也没有在意,原来婆婆这一段时间啊, 一起其实一直都在医院照顾这位老同学, 老公跟我说啊,真的是不明白婆婆为什么这么信任这个老同学, 到这时候啊,还要花钱给她治病, 当年的十五万就这么打水漂了, 所以才导致我老公上大学的时候啊, 一直在外勤工俭缺,因为当时家里根本没有钱, 而且那时候啊,我老公的爷爷也生病了, 所以整个家都被掏空了, 所以当时呢,我和我老公当时在大学里面谈恋爱的时候啊, 我们两个人都很穷, 这时候我才明白啊, 为什么老公不愿意把这笔钱借出去, 因为这笔钱啊,拿出去啊, 完全就是打水漂, 根本没有还的可能, 我跟老公这么多年呢, 也都是我老公一个人在赚钱, 我们两个人也是想攒一点钱, 将来孩子上学呢,肯定也是要花钱的, 后来我和老公啊,就达成共识了, 这六万块钱啊,既然已经借出去了, 那我们也不打算要了, 但我和老公一致决定啊, 将来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出钱, 再让婆婆给这位老同学看病的, 将来婆婆养老的话, 我们肯定是会出钱的, 但这位老同学啊, 我们觉得没有任何必要, 我们和他呀,也是非亲非故的, 这是一位粉丝朋友的投稿, 大家觉得他们两个人做的对吗,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, 喜欢我视频呢, 记得点赞加关注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, 拜拜。